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带毛的还挺不错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点 这个是我在一个像代购一样的店里买的 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是合作还是什么 旗舰店 我也买了一些牌子的帽子 因为我还挺喜欢戴鼠帽子 怎么办 我想要买更大一点 我觉得这个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这个大小 但是好像不能退货 好像不能退换 是这一顶红色的帽子 它那边打折打的还挺多的 有就可能原来400块钱 后来就卖200多还有一百多的 所以我就买了好几点 但是那个还没到 然后下面拆这个 这是什么 分本清 我知道了 应该是卸妆 卸妆了吧 就这个 我是用一样东西 特别是护肤品这种东西 就很讨厌 就要不停的换 我觉得挺麻烦的 而且一个东西 你用久了之后 就已经习惯 知道它可以带来给你什么属性 所以我一般都很懒得 换就是护肤品这一块的东西 对 我买了四个 哦 好像不止几瓶 我买了这么多 一瓶两瓶 三瓶四瓶 它是做什么活动吧 然后多买一点 可能比较划算 我就多买了一点 我买了 六瓶 然后这个是 柯润的 褶梨卸妆的这个 这个之前我也有 视频里面也有推荐 就是我一直在用的这个 我也买了 一二三四 买了八管盆 所以我就想说便宜就多买一点 囤着 因为很有可能哪一天用的时候忘记了 所以我就多买一些 这就是我主要卸妆的一个就是这个褶梨 然后再加上这个眼唇的 我觉得比较好用 而且又不是很贵 比较平价的 所以我一直都在用这个 这有一大盒 这就是我很想买的 我觉得每一次 上心的都让我觉得很惊艳 就你想象不到可以做这样的设计 就觉得哇好棒 他这个盒子就是他这一次的主要的一个印花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开第一个盒子 他们从之前开始就已经是用这种八卦的这种土包这个 然后打开 第一件是这个黑色的毛衣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出的这一款毛衣 黑色的和黄色的是他们这一季最百搭的单品 而且我去年买了两件他们家的毛衣 整个冬天一直都在穿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看的外型和印花在这边 然后它的阔型很不错 然后你冬天搭一些大衣啊棉袄穿出去就已经不错了 然后你去特别你去公司 它空调开的很大的 所以你脱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哇 脱了之后也很好看 这件黑色我刚刚穿上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艳 当时有考虑到底要不要这个黑色 因为我本来只准备买黄色嘛 领子上面有这个部分 它是高领 也不是全高领吧 有个小半高领这样 然后它有这个绿色的这个线 有一点复古又有一点这种宗教的感觉你知道吗 而且它印花又是这样的 就会有种宗教的感觉 就还蛮抑郁风情的很独特 它这边侧面也有这个线 然后你这样捶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绿色印花的部分 我觉得很好看 这件好像是军马的 我穿大概到这里 如果你矮一点的女生 你肯定就比较宽松比较大的款 可以以我的这个去做参照 它是这个黑色的 它这个面料也不厚的 也是一个比较薄的一个面料 你外面也是可以搭西装什么的 我觉得OK的 这个很不好 这个味道 这个毛衣有一个味道 是机油的味道还是怎么的 所以你们买回来可以用水泡一下吧 毛衣最好不用洗即洗 他们这次有做帽子 这种棒球帽 都是黑色和蓝色 我本来有一点就在有 到底要不要买 因为我觉得我有类似的 然后我是看到了它这个后面 它后面有一个这样很好看的印花 黑色是这样的 然后它背面也是有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部分 这一顶蓝色是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版型还挺好看的 就我特别讨厌帽子 我之前也说过 我特别讨厌帽子 这边有一个像鸡脚一样的地方 这个就还好 所以就还不错 我再把黑色换给你们看 这个黑色 然后你如果想收紧的话 它是后面这边有一个收紧的 这个它可以当发带 可以当微薄 后面是有这个松紧的 然后可以收紧 收成这样 我觉得这次这个 有一点像鲍纹绿色的 羊羔毛还蛮不错的 但是它好像有点飞毛 这个微薄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太大了 我抽了一下 然后它现在长这么奇奇怪怪的形状 我觉得这个微薄应该比较难搭 大家就不要轻易草率的去尝试吧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后面再去搭一搭它 我想戴到头上 给你们看一下 失败了 戴着失败了 这感觉是我马上去澡堂 我要想把它抽紧一点 等一下我把相机放一下 我一只手 好我已经戴到头上了 现在我是拥有皇冠的男人 感觉我来自于蒙古草原 然后我马上要去奔跑跳舞 黄色的毛衣 前面是这个徽章 黄色的 它背面也有 我觉得你冬天的时候 穿这个亮黄色就很 很耀眼 我大概是176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穿到身上 到这里的长度 然后我选的是Elma的 我觉得这次它的毛衣补是很宽松的 其实我穿这个Elma 是正好刚刚合体的 所以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毛衣不是很厚 是薄款的 穿在一些西装什么的里面 我觉得也是OK的 就不是那种厚的 你不用考虑到 做搭配的时候 觉得你太厚我穿不了 所以你们看一下 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个侧面的边 它这个蓝色加白色这个边 我觉得这个边很好看 另外一箱这个 这应该就是我买的那个外套 是这件 就是它这一次主打的这个印花的外套 它有蓝色还有这个花色 我犹豫很久之后选了这个 蓝色其实我也很喜欢 我后来好像是不知道看到一个什么 某一个人穿了也类似于这种蓝色 我觉得好像不太好看 我都买了这个印花 我觉得这个印花比较独特 有代表性 胸口是有口袋的 两个口袋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所以它其实感觉也特别像 那种比较Vintage 是复古的滑雪服的质感 但是它可能就改良了这种短板 背面是有个大口袋带的 细节还挺多的 这件真的非常的短 我刚穿上的时候吓到了 这个可能你就是要穿一个比较高腰的裤子去搭它 或者就是里面去穿一些别的衣服 然后露出底板做一些层次吧 然后但是它的款式还是挺好看的 这样穿真的超前腿长 你看从这里下面我全部都是我的腿了 我这样的角度有点奇怪 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好像是这样的颜色 然后我可能想一下这个衣服怎么搭吧 就搭的更好看一点 这个拆出来是杂质 然后是优惑购 我今年双十一还买了蛮多书的 现在是到了基本杂质吧 我买杂质 我不会在当季的时候买 我可能会是在年底 或者在明年年初的时候 买今年的过季的刊 因为它有很多店 你就在淘宝上面搜 有很多就是它会卖过季的刊 它会打包 比如说半年或者这几个月 再加上这几个月 有的说它不是那种全年打包给你卖 你就可以几家店凑一下 然后把你凑到一整年都有了 然后买回来 因为我觉得它这种杂质 你并不是说一整本你买回来 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读的 就是很物超所值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可以过几天买来 你去翻 我一般买杂质的时候 我昨天这边到了我已经看过一遍了 就是拆了几本看了 我会读两遍 我第一遍读的时候 我会大致把它们所有都浏览一遍 把自己喜欢的 或者我觉得这一页可以细读的那一页 折一个角 这样子我再去读第二遍的时候 我就会专门把我折了角的部分 再去看一遍 我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时间 所以我就会 隔一段时间买的时候 然后去读这些 这期视频应该就是开这些了 我还有一些衣服可能要到过段时间才能到 因为很多不是什么预售怎么怎么样 还有过段时间 所以我应该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然后后面 后面到了 然后我再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一条龙服务 那祝你生活愉快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